威力踩史上最高31.2亿元头奖 上个月开出了两驻 而前台中市议员陈青瑾透露 其中一名得奖者 是他经营的长照机构护理师 还开心地说机构是福地 已经两度中奖 结果消息才传出没多久 陈青瑾就发生了车祸 伤势严重 警方表示车祸的路口是闪灯号制 当时下着大雨 可能是天雨路滑 酿成意外 曾任四届台中市议员的陈青瑾 开心分享自己经营的长照机构 真是福地 不止两度中奖还开出头奖 陈青瑾说 才刚来机构上班两个月的护理师 就是上个月31.2亿元 开出两驻的其中一名得奖者 没想到消息传出来没多久 他就发生车祸 12号下午3点 在北屯区从德巴路 与州际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红色轿车还冲进路边草丛 车头毁了一大半 银色轿车更惨 引擎部分像被销掉一样凹陷变形 当时陈青瑾就是开银色轿车 心惊闪灯路口 跟25岁的苏信男子开车相撞 苏信男子轻微挫伤 陈青瑾却伤势严重 那本间交通事故在发生的时候 有发生大的状况 几乎人自身的话 这个疫情的警方还在做受证 因为时间点太过巧合 民众议论纷纷 难道是泄露天机 热祸上身 议员并没有去把他的所有资料去公布 所以没有那个泄露天机的问题 命理师说 中奖者鼻头有肉 是命中带财的面向 其实今年76岁的陈青瑾 因为想照顾跟他一样年纪的老人家 才在6月设立长照机构 并从南头挖角中奖的护理师来台中帮忙 护理师中奖后 也说要开设长照机构回报社会 陈青瑾正在替他高兴之际 却出意外 让人唏嘘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近期午后雷震雨频繁 有民众就拍到了 一道闪电打在台北101顶端的照片 画面相当的震撼 网友笑说难道是雷神索尔来了吗 还有人说看起来好像101在充电 由于这几天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各地都要严防午后雷震雨 其中南部跟各地山区还要留意 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在周五周六这两天 低气压靠近台湾 东半部的降雨几率也会提高 而气温部分各地的气温大约落在32到35度 特别是大台北盆地高温可能会飙迫36度 气象局也发布了高温灯号示警 一道闪电打中台北101顶端 画面相当震撼 全被民众用快门捕捉下来 网友说这场面看起来就像是101在充电 也有人笑称难道是雷神索尔来了 近期午后热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各地到了下午经常雷声轰轰 降雨热区也曝光 其中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要留意 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甚至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 周五开始雨区还会再扩大 比起要逐渐接近带来水气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几率 会稍微提高一些 午后雷震雨的区域会比较扩大一些 各地在中午过后都会有一些 局部的雷震雨出现 原本位于日本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虽然已经减弱为低压 再增强的几率不大 但恐怕还是会为台湾带来不少水气 周日这一天的低气压会逐渐的消散 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北部海面之后往北 并且结构会因为水质风险明显的偏大 所以说整个就逐渐的消散掉 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增强 所以我们又回到一个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 除了部分地区严防午后雨淡来袭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各地大多为多云道晴天气 高温约32到35度 其中大台北盆地 高温还可能飙迫36度 民众外出别忘了防晒多补充水分 记者陆一学习中台北岛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被逮将近48小时之后 12号凌晨获卷宝市也开了直播 谈到被捕的过程跟香港的未来 数度哽咽 才刚获准保释的港媒大亨黎智英 不怕当局打压 13号早上9点照常美周四的推特直播 跟南华早报前总编 欺负得谈被捕的过程 黎智英表示这次被逮将近48小时 但几乎都在等手续办理 期间还因为指纹机器故障 被转到不同警署 黎智英也透露 被捕期间接触到的警方都是香港人 因此认为他跟其他涉案人员目前都不会被送中 黎智英表示看到民众用行动支持苹果时 悲感欣慰 如今还能开直播聊香港未来 黎智英忍不住哭出来 黎智英也在推特分享自己收到的感谢文 文中赞赏黎智英的苹果是自由的典范 代表港人争取民主的精神 保释后开直播的还有玄冥女神周婷 周婷用广东话跟日文谈被捕的经过 表示这次被捕跟以往不同 警方直接撬开门 她没有心理准备非常不安 也担心背诵中 周婷表示即使对未来感到迷茫 还是会坚持走下去 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捷克 12号在捷克参议院发表演说 提到中国威胁多次提及了台湾 也痛批北京当局阻挠台节关系审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展开五天的欧洲之旅 12号在捷克参议院致辞 多次提及台湾 他痛批中国共产党每次恼羞成怒 就报复无辜的一方 台湾和捷克关系友好 中共却频频出手阻拦 前任参院议长柯家洛访台前夕 接获中国驻捷大使馆的威胁信函 后来突然过世 如今继任议长即将来台 蓬佩奥有话要说 蓬佩奥警告 中共喜欢用经济力量威逼各国 也因此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加难缠 蓬佩奥12号上午跟捷克总理巴比斯 举行联合记者会 同样对中共炮火全开 他表示美国会跟自由国家站在一起 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成就 周杰军编译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 今天跟副手搭档加州参议员贺锦丽 一起公开亮相 那么他们两人也强调 将在未来的83天全力冲刺 让美国改朝换代 戴着口罩并肩走向讲台 拜登宣布加州参议员贺锦丽为副手后 隔天两人首度合体公开亮相 曾经在初选辩论会上 对拜登穷追猛打的贺锦丽 如今成了拜登的竞选搭档 拜登的副手就位 也象征2020美国总统大选 开始要进入白热化阶段 指导川普的痛处 贺锦丽从疫情和种族歧视切入 要选民重新思考未来 川普则是见缝插针 翻出民主党初选的旧账 冷嘲热讽一番 川普表示贺锦丽在初选时 公开羞辱拜登 现在拜登居然挑他当副手 实在是太冒险 10月7号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彭斯将对决贺锦丽 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正逐渐加温 刘雍伟编译 去年在英国海岸 发现了几块恐龙化石 现在证实是属于 这种新品种的恐龙 而且还是霸王龙近亲 同样生存于白厄纪 不过身长只有四公尺 有着类似鸟类的中空骨骼构造 根据报道 当时是一群化石猎人 在海边行走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混杂 在砂石当中的化石 过场相当戏剧化 巨大的脚掌踩在地面上 身上长满细微羽毛 他是白厄纪末期的王者霸王龙 最近英国南安普敦的 古生物学家 找到了霸王龙的亲戚 几位化石猎人 去年在英国怀特岛郡旅游 非常幸运地在尚克林的海岸边 找到了这几块恐龙化石 这只恐龙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中文名称 但它的学名大有学问 意思是出乎意料 而且身体充满空气的猎人 身长估计有四公尺 生活在1.15亿年前的白厄纪 这四块化石分别来自脖子 背部以及尾巴 骨头肩有大量的气势 功能是减轻骨骼重量 这个特征也让科学家判定 这只恐龙是属于 瘦角哑木的一员 瘦角哑木的恐龙被认为是 鸟类的祖先 中空的骨骼构造演化到现代 成为帮助鸟类飞行的气囊 科学家希望能有更多人 加入寻找化石的行列 期待能在同一座海岸边 发现更多相关化石 对新品种恐龙能更深入认识 综合报道